一局对面见过这么可怕的小男孩 只要盯着他的眼睛看 就会受到诅咒 三百来斤的护士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结果第二天 他就意外坠下楼梯 嘎了 此时大家都很纳闷 只有小男孩在阳台上偷偷的笑 这一幕恰好被老马发现 他确认护士长就是小男孩害的 还把他逼到了天台 幸好张医生力排中意 救下了小男孩 但调取监控一看 大家都傻眼了 原来真的是小男孩推的 随后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隔天小男孩的窗户里 居然掉出了个生姜人 上面不仅有一溜头发 后面还写着护士长的名字 而且前方八百密处 又出现了个小人 不仅背后写着马字 腹部还有伤口 结果隔天 老马就被意外掉下来的梯子 给砸中了腹部 真是太诡异了 老马立刻意识到 一定是小男孩想要害自己 于是拼命的想要抓住他 结果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为了了解真相 张医生拦住了老马 张医生越想越诡异 于是找到了小男孩的奶奶 但奶奶也很害怕他 没办法张医生只能再次找到小男孩 却被小男孩赶了出来 更可怕的是 他激怒了男孩 遭到了他的诅咒 因为在小男孩的床下 又发现了小人 这次是张医生的名字 果然到了晚上 小男孩找到了他 他画了一条长长的线 出于好奇 张医生跟了出去 直到来到了山顶 结果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他的身后发生了怪事 一百度的蜜蜡 不小心掉到了女孩的脸上 瞬间就被蜜蜡疯得死死的 等到店员发现不对 推开门一看 我的妈呀 店员赶紧拨打求救电话 等到消防员赶到时 女孩已经被困了三十分钟 如果再呼吸不到氧气 女孩必死 队员们赶紧叫女孩放松 并且安慰他一定会救他 女孩这才愣劲下来 消防队员立马掏出小刀 精准地找到女孩嘴巴的位置 轻轻用力地划出一道口子 在确认无误时 又用一根管子 狠狠地扎进女孩的嘴里 并且立即输送氧气 这才保住了女孩的命 为了不让女孩毁容 脸上的蜜蜡 还是由专业的医生来做 随后女孩就被推出了美容院 但这已经不是女孩第一次遇难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 女孩正在家里的咖啡厅散步 就被台灯给砸了个正招 闺蜜也被吓坏了 赶紧求助消防队员 由于台灯太重 而且16根脚 已经全部扎进了地板里 所以必须要锯掉台灯 好在女人只是颈椎骨折 女人频频发生意外 这让消防队员十分的好奇 原来在不久前 女孩在网上花100万 买了个仅止售卖的 一直被诅咒的手抓 因为限购 女孩也特别的珍惜 当消防队员提出没收和调查的时候 女孩害怕极了 赶紧带着手抓逃跑 却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女孩害怕这次会丢了小命 于是立马通知了消防队员 可万万没想到 她一个不小心 又撞到了运送丽青的车上 这下惨了 所有的丽青都倾泻了下来 把女孩的车死死的埋在了下面 幸好女孩有气囊保护 但她也被丽青碰住 根本呼吸不到氧气 而且还可能会中毒 好在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立马又用高温来融化了个大洞 将女孩突拽了出来 队员们也顺利的抓到了跟踪女孩的人 原来手镯是她的男友 故意买给女孩的 目的就是让女孩遇到危险时 英雄救美挽回她的心 女孩一把摘下镯子砸了过去 所以交友千万要谨慎 这个500斤的女孩想变数 于是每天不停的吃吃吃 因为她吃的越多 身上的坠肉就会消失的越快 原来女孩有个神奇的碗 只要用这个碗吃饭 肉就会长到别人身上 但她的闺蜜却根本不知道 孩子每天用胖来羞辱她 这下有好戏看了 隔天女孩就想把炸鸡腿 分享给闺蜜一起吃 却被她嫌弃一把推开 还故意露出自己的身材 女孩知道她这是在嘲笑自己 赶紧羞愧的收起了鸡腿 随后闺蜜又带她来买衣服 本以为是想打扮打扮女孩 没想到是想把她变得更丑 而闺蜜却捏着她的肚子调侃道 男神就喜欢你这种丰满的 我这种腰细腿长的可不吃香 原来闺蜜是要带她见自己的网友 有了闺蜜的衬托 男孩对她更是一见清晰 于是她更嚣张的贬低起了女孩 可我吃再多也不长肉了 女孩一紧张 还不小心憋出了个屁 你是不是放屁了呀 闺蜜赶紧和男孩嘲笑起了她 气愤的闺蜜特别气愤 刚想离开餐厅 却被闺蜜故意绊倒 还嘲笑她 底盘那么重 怎么还站不稳 女孩难过至极 于是她花了一百万买了个戒备碗 只要在这个碗里吃饭 肉就会涨到别人身上 从此女孩就开始疯狂的干饭 上所所吃饭 睡觉吃饭 我什么时候都走在干饭的路上 闺蜜再来嘲笑她时 女孩也不再难过 因为闺蜜的肚子正在疯狂的增长 没几天她就胖了二十斤 到医院检查一看 妈呀 女孩居然长了十个胃 所以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 男人把鼠标移到了现实世界 还对准了女领导 她轻轻用力的操控着鼠标键 鼠标就发生了位移 下一秒 随后男人又开始操控键盘 开始贪婪的欣赏 女领导的一举一动 就在刚刚 男人意外获得了超能力 居然把鼠标移动出了电脑 开始的时候 她还有点不相信 于是就操控着鼠标 去推倒一杯水 果然她真的做到了 于是她又把公司 给她下发的处罚书 删除对自己不利的一切条款 改成了褒奖证书 玩的不亦乐乎 但她觉得还不刺激 她想玩点更大的 于是就想偷偷溜出公司 可刚走出门 就看见了漂亮的女领导 别看他外表光鲜 实际上就是个灭绝失态 男人顿时产生了邪恶的念头 她放下电脑 开始移动鼠标 下一秒 女领导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男人却开始频繁的滑动鼠标 此时辛仇旧恨 她要全部报复给女领导 最后女领导只能灰溜溜的跑出办公室 男人赶紧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朋友 可朋友却根本不信 于是男人现实操控鼠标 把对面的窗户封死 又把面包店的名称改成了蛋糕店 地上的小汽车 更是能随意的放大 或者缩小 这个把朋友兴奋坏了 还要把这事发到网上 男人一看 这是要惹大火 于是趁好友不注意 就把他圈进了框框里 下一秒 只剩下一只手掉了下去 这个把下面的人吓坏了 还只认男人就是凶手 情急之下 男人赶紧把他们圈起来 然后按下删除键 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报应也是来得飞快 男人想赶紧回家 结果一转头 前面居然出现了个大大的鼠标 下一秒 这一产子可不是冰糖 而是钻石 每一颗都价值上亿 他们都秘密的储存在伦敦钻石行 最严密的保险库里 这里足足有两吨 要想从这里偷钻石 那简直是做梦 可这个年近百岁的大爷 却偏偏要赌一把 他在这里做清洁工15年 眼看即将退休 他想给自己捞点退休金 105克没意思 大爷梦想很宏大 他全都要 15年来 大爷熟记了这家公司每个角落 尤其是保险库周围环境 以及保安巡逻的时间 大爷甚至可以精确到秒 只要能打开保险库的大门 他就能搞定钻石 所以密码是最大的难题 他急需要一个帮手 于是大爷盯上了宝儿 他是这个公司的主管 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全伦敦唯一的女经理 20年来 一共6次晋升机会 可出于对女性的歧视 公司高管们总是把机会 摆摆给远不如自己的下属 但他没有放弃 为了表现自己 他提出了一项很有风险的 和俄罗斯合作的方法 那也正是老板在秘密进行的 为了防止外泄 他决定解雇女人 凡是从事钻石行业的 都不允许录用他 这无疑是给女人最致命的一击 他们毫无底线的践踏了女人的尊严 而给他通风报信的 就是这个大爷 大爷还说自己有个偷钻石的计划 一个保温杯 每个人都能分到几百亿马内 看着很心动 但宝儿根本不信 大爷合盘拖出了自己的计划 钻石大厦每天9点关门 晚上足足有10个小时的时间行动 而保险库的保安只有两个人 唯一进出的方式只有电梯 每次自己夜班都是一个人在打扫 而每一个小时才会有人巡逻一次 其余时间就算弄出爆炸声 都没人会知道 只要找到保险库的密码 大爷确保万无一失 眼看大爷马上退休 宝儿也即将被封杀 所以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大爷 年近百岁 却要盗走这里两吨钻石 现在他们就差保险库的密码 而这时公司举办宴会 就在那一层的宴会大厅 机会仅此一次 女人趁人不注意 偷偷潜上了楼梯 藏在了拐角处 用望远镜窥死到了密码 女人缓缓的打开保险箱 成功的拿到了证券密码 一切准备好后 却又发生了意外 隔天 整个大楼都安装了八个监控 每个监控都对保险库严防死守 女人傻了 这连支汤也恐怕都飞不进去 女人搜集了一切相关资料 发现监控还不是很先进 她并没有什么录像功能 而屏幕也一次 只有四个画面交替显示 每个画面间隔15秒 就是说每个画面 不显示的时间是60秒 而就在60秒内 跑到保险库 再输入密码打开打 正常人都难 何况大爷走路都成问题 可大爷却很坚定 他就算飞也要飞过去 他们没有时间犹豫 因为密码随时可能会变 他们决定12点开始行动 期间女人会往保险室里打电话 来多争取30秒 就在行动之前 大爷再一次确定了监控的时间 然后看准时机 大爷就努力的飞奔了过去 女人眼看时间一到 赶忙赶到电话亭 可电话却是坏的 女人赶紧飞奔到下一个电话亭 而大爷却因为太紧张 输错了密码 眼看保安就要抬头 突然来了一通电话 是保儿打来的 在保安接起已经挂断的电话时 大爷早已进入了保险库 没一会儿 拿着保安杯的大爷 就出现在了大楼门口 角落里的女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大爷的保安杯里 并不是钻石 她倒了一杯酒 缓缓的敬给妻子 她在密谋一个更大的阴谋 老大爷正在把上亿的钻石 倒进下水道里 第二天 固若金汤的保险库里 整整两吨钻石全部见了 女人震惊了 这些钻石小车根本装不下 更震惊的是 钻石行的高层 如果一旦让外界知道 他们的钻石被盗 他们将会面临巨额的违约金 甚至破产 他们找到保险公司来商量 还请了顶级调查员 而这时钻石老板 却收到了匿名信 写着想要钻石 就拿一亿来赎 另一边 保险公司自然不想赔付 这一大笔赔偿金 就通知媒体拖延时间 一时间 所有媒体都蜂拥而至 老板气得脑出血 直接隐恨西北 很快 探员警犬般的嗅觉 就查到了宝儿 宝儿强装认定 假装配合一切 等检察官走后 宝儿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跑到了卫生间 不小心把钻石 掉到了下水道里 好不容易才抠了出来 这时 他似乎明白了一切 他找到了下水道 恰好碰见了大爷 可大爷却不友好 他拿着枪对准宝儿 并说出了一切真相 原来他早就将保洁室的下水槽 换成了更粗的下水管道 便用下水道来隐藏这些钻石 而大爷要的不是钻石 之所以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报仇 几十年前 妻子患重病急需治疗 他们薪水微薄 根本付不起治疗费用 于是他们找到了保险公司 但保险公司 已不是紧急事件 有意拖延 等收到住院通知时 妻子早已经去世 他们没有支付一毛钱 他们就是靠骗穷人的血汗钱 作为原始积累 摇身一变 成了最大的钻石保险公司 而他为了报复 这个保险公司的老板 在这个钻石公司 隐忍了整整十五年 而此时 他们又想顾忌重施 但钻石商怎么会妥协 最后 大爷看了一眼时间 一亿的赎金应该到了 突然大爷就开了枪 原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他孤独的走了 没有一丝快乐 有的只是对爱人的无限思念 女人报了警 钻石行也取走了所有钻石 风波平气后 女人辞了职 而后不久 他的账户多了一亿麻烈 是大爷留给他的 但对于保儿来说 那就像是烫手的山芋 每天备受折磨 随后保儿一直捐助慈善 直至四十年后 捐出了最后一枚硬币 他也解脱了 最终消失在了大街上 如果让你承受这一亿的折磨 你愿意吗 这个58号大脚刚走进房间 去找自己的同伴 结果却被另一个同伴锁喉 下一秒 很快他就被撕成了碎片 而这些碎片又恰好是 其他同类的食物 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还合作得十分默契 直到出现第三个母头人 事情发生了巨变 甚至为了争夺食物 开始大大出手 原来这些人都是由完美的电子元件组成 可每个身体上却都有个大洞 只有吃饱的时候 大洞才会闭合 可一旦木头被吃完 他就必须念出房间里唯一的咒语 召唤更多的木头 但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于是他想找个帮手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一号木头主动送上美味的食物 可新来的二号木头人 却只对他的手感兴趣 因为那才是新鲜多汁的 为了避免冲突 一号木头人告诉他 自己的猎杀想法 于是二号木头人立马心领神会 开始猎杀同类 渐渐的二号木头人嫌弃 自己出的力太多 想再召唤个队友 可他绝对想不到 这会是多大的危险 因为一个和尚可以挑水河 两个和尚可以抬水河 但三个和尚就有可能被渴死 果然在召唤了第三个队友后 他们轻松的猎杀了同类 却因为三号只是动动嘴 就分给了他一小块肌肉 这也太小了吧 于是三号怒了 立马用咒语召唤了自己的队友 一号一看不对 于是也开始召唤自己的队友 奇怪的是 就可以自由站队 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 他们开始大大出手 虽然三号很聪明 但终究抵不过一号的巨大力量 只能在垂死挣扎时 扯下一号的舌头 最终一号获得了无数的食物 但也总有吃光的时候 当他再次饿肚子 想念出咒语时 却因为没有舌头 发不出一点声音 饥饿的他甚至想要吃掉自己 木头人彻底疯了 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直到最后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下一轮木头人又开始了 那你们知道 这局究竟该怎么破吗